电影院里的观众 一口咬着挂包 一口用筷子品尝台味小便当 搭配台皮和珍奶 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美食 但场景不是在台湾 而是远在法国的巴黎 巴黎台湾电影节 Felmosa日前举办开幕放映会 主办单位透过台湾美食 让法国观众更了解台湾文化 更希望透过电影交流 反思不同主题 除了一般电影 本次也加入历史纪录片 和富儿专题 因此邀请台发学者进行座谈 一同探讨影片的不同世界 台湾那个同性电影 它其实是很重要 然后没有这么多地方 就是说中文的地方 可以这样代表 就是同性的那些故事 所以我觉得那个 也让了解台湾的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台湾是很开放的国家 台湾电影是非常繁复 非常rich 因为有艺术电影 我刚刚提那个财命养 郝小贤 但是也有非常有趣的 6070年代的 comedy drama 包括一些那个恐怖片 包括那个海学会电影 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 那个跨文化的感觉 有那个台语 然后原住民 然后当然就中国大陆的那个影响 然后包括也什么 西方的影响 还是都在一起 巴黎台湾电影节创办人 王慧如表示 巴黎台湾电影节 今年迈入第三届 工作人员发现 两年来 部分几乎没场参加的 法国观众 不是熟知台湾电影的民众 单纯是参加开幕后 发现电影很好看 所以每天都来 因此他想要再发扬台湾文化 我们不是只是要传递台湾电影 我们是希望 让法国观众 透过台湾电影 去认识台湾电影之外 还要了解台湾电影的文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其实今年还做了一些 纪念品是 像那个茄子带 就是阿嬷带 那其实就是要把台湾 最local最在地的文化 就是传递给 法国观众 电影节原定今年4月举行 却在开幕前两周 面临法国全面封闭而延后 如今疫情解封 巴黎台湾电影节 也为在地法国人 提供富有文化色彩的娱乐选项 每年为我们是一个小节目 感谢观看